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现在中东局势非常紧张 说的是以色列自己国内 现在以色列国内群情汹涌 有几十万人民走到街头来反战 同时这个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被外媒形容为内塔尼亚湖敲响了丧众 究竟现在以色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稍后回来就讲一下 今天是9月3日 是我们中华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想借着今天也讲一讲一件很小的事件 这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内地的山西 有两个外国的游客 穿着日本军国主义国旗的衣服 去游古城 期间就被民众截住 要求他换衣服道歉 我们稍后回来就讲一讲这个事件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请大家和我一起去到位 我们在抗日战争里 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去致敬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能守得云开 见月明了 既然见到月明 接下来又是中秋节 说到中秋节 我们就有一份月饼想推荐给大家的 这份月饼是一份陈皮豆沙的月饼 就是用了十年的生活陈皮来制造的 小糖小盐 兼且是小油的 老人家小鸚仔吃 一样是这么健康的 上面这里有个QR Code 大家可以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登记买到这盒月饼的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东那边的局势 因为以色列现在就爆发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人数方面多达几十万人上街游行 这几十万的以色列人 他们为什么要上到街头上来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同时间是大罢工 其实他们现在的诉求只有一个 就是要求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立即停火 那巴尔冲突也开始了一段时间 一直以来 其实以色列或者是各国也好 都有很多反战的情绪 尤其大家看到之前美国那样 但是纵使是美国的反战情绪那么高涨 甚至乎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表面态度也好 以色列方面都是没有停战的迹象的 尤其是他们的总理内塔尼亚湖的态度 但是今次在以色列国内爆发的这些大游行示威 外媒就形容到是为了内塔尼亚湖敲响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来到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示威 原因就是早前以色列的军队在加沙地带那里发现了六具围体 而这六具围体 他们都是以色列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本来以色列被扣押的人质遇害都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毕竟当哈马斯捉了那些人质回到加沙地带那里拿藏的时候 由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的凶杂都曾经误伤了那些人质 甚至乎还有个说法就说到 在那群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当中 大多数的离去都是因为以色列的凶杂所致的 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们都看到哈马斯的态度 他们扣押人质都是想和以色列表达他们自己巴勒斯坦人的诉求 但是这六名人质经过法医的判断之后 就说到他们的离去是被人近距离在头部射击所致的 难听点来说是一个行形式的柱子 那为什么哈马斯在之前明明对人质还是非常温和 甚至乎有些人质获救的时候都没有穿没有烂 当然就是和之前在伊朗有哈马斯的高层被人暗杀有关 再加上哈马斯的高层哈尼亚被暗杀的这件事情 国际社会都纷纷是谴责这个暗杀的行动 而且是说到这个暗杀的行动很明显 就是为了想破坏加沙地区的和平而来的 所以不排除这六个人质被报复式去处决 不同的地方就是今次以色列的民众他们的反应 因为以往如果是哈马斯他们做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以色列的人就会对哈马斯来哭打哭杀的 但是今次是不同的 今次他们最大的反应不是说要对哈马斯去哭打哭杀 包括以色列的各地 好像是特拉维夫 或者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的地区 都多达几十万的民众就走上街头去示威 他们的示威诉求很明显的 就是要求他们的国家以色列来停战的 一说停战 矛头就当然是指着这个总理内塔尼亚湖 因为内塔尼亚湖就是现今以色列的总理 兼且就是以色列政府高层里面的强硬派 我们之前也是听到过 以色列里面也有些反战派 但是反战的声音总是大不过内塔尼亚湖的声音 如果之前几个月一直以来在美国爆发的反战示威 以色列都可以说是我当看不到 那些是美国人的事 那些民意是代表美国人民 就影响不了以色列的话 今时今日在以色列爆发的大规模示威 总数多达七十万人 而这个示威只是爆发了一两天 持续下去的话 还会继续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游行示威 以及要求以色列政府去指战的话 那么以色列政府又可不可以当作是看不到 听不到呢 而现在以色列的社会上面 不只是游行示威这么简单 他们还选择到去到罢工 但是这个罢工呢 当然是和我们香港 苏联时期的罢工不同 我们香港苏联时期的罢工 只是一小撮人去到罢工 而那帮暴徒更加是阻止别人去到上班 截停一些交通工具 或者是阻止地铁关门 而以色列的罢工是得到社会各界一呼八应的 例如他们的巴士公司 他们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交通网络 同时间再加上呢 市面上很多的商场啊 商店啊 餐馆啊 都自愿纷纷加入到这个罢工的行列 而他们更加把矛头就直指到以色列的军方 所以当这个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的时候 很多打着反战其傲的以色列人 带他们的标语 去到他们以色列的军事总部那里 来到请愿 来到示威 来到喊口号 而他们很多人啊 所举的示威牌 除了是用他们以色列的文字 写上个示威牌之外呢 还是用到英文写上去 就怕一些外媒是拍不到那样 其实他们这样做 就是专专想说给外国知道 他们要向以色列的政府发出这样的呼叫 例如好像说这一句说话 有个以色列的示威者 就高举一块写到英文标语的字句 就写着Why are they still there?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想问 为什么那些人质还困在加沙地带呢? 原本以色列在发动这个军事行动 他所针对的事情 就是哈马斯攻进以色列那里 老获了一些人质 但是很明显透过他们的军事行动当中 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 以色列并不是为了 营救人质而去做的 那些军事行动 试问大家 如果我们香港 好像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的 有贼佬打劫金譜 在旺角 那当时也是出动飞虎队 你不会说 整架炸弹来 整架楼炸掉它 是想尽办法和人家去谈判 令到挟持人质的人士 可以不要加害人质 但是以色列的行动不是的 他是放炸弹下去 连人质 连哈马斯分子 或者巴勒斯坦的民众 可以说到是无差别的去到轰炸的 那大家说哈马斯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有没有释放过人质呢? 最初时 比哈马斯老走的人质 是大概有250人的 其实在这个国际社会上面 都经过很多个国家的努力去调解 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 巴以双方也曾经短暂试过停火 去交换人质 大概来到现在这一刻 在加沙地带 还有多少个人质是未获得呢? 数字大概还有100个左右 那如果照样看的话 250个人质 现在变成了100个人质 那就是说 这段时间里面 哈马斯也释放了超过100个人质 是百多个这么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 如果真真正正 以色列和哈马斯坐下 谈判 是很有可能 可以补到其他人质的不失 而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成功 并不是很遥远的 但是想心一层 如果哈马斯剩下的那些挟持的人质 都放走的话 那奈塔尼亚湖又哪再有借口 再继续打下去 因为奈塔尼亚湖就是打着要营救人质的旗号 才被他找到借口 在加沙地带那里打着拯救人质的旗号 来到大规模狂军烂炸的嘛 那现在呢 在以色列那里 那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大罢工 说要挟到政府 要内塔尼亚湖下台 要他停顿 虽然这些行动 只不过是做了一天 但是若然 内塔尼亚湖政府 不听人民的劝告的话 或者叫做 不管他们以色列的民意 这样的话 继续下去 有可能以色列的民众 会发挥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以及大罢工 那些西方国家呢 平时就很喜欢执着 民主民主来说的嘛 好像以前那样 每逢当我们香港 有几个汉奸走出来说一下 假扮游行示威 他们就会 写到那些就是民意 你不听他说 你就是不民主 那现在内塔尼亚湖呢 他也算叫做 不民主的典范了吧 而之所以被西方媒体形容到 这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是敲响了 内塔尼亚湖的丧钟 就是内塔尼亚湖 他自己一直以来都身有事 他是借着打仗 才可以继续霸着总理这个位置 他自己也知道 他一旦卸任了这个总理之后 他会很麻烦的 但是要他卸任这个总理的位置 首先呢 就要巴尔的冲突 停火先 结束了战时状态先 那现在搞到 以色列国内这样的情况 群情汹涌了 内塔尼亚湖如何是好呢 难道你不听民意 或者等到以色列的人民 游行示威到一个地步呢 是令到其他的以色列政府高层 都怕得罪民意 而牺牲内塔尼亚湖的时候 可能大家一起来反内塔尼亚湖 到时呢 以色列的政局 就真的非常之精彩了 虽然在巴尔冲突之中 我们并不支持以色列 但今次以色列人民 在以色列国内游行 要求到和平的声音 我们是非常之支持的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支持和平的一面 希望以色列的民众加油 再叫得大声点 叫内塔尼亚湖下台 叫他们以色列的军队 快点停火吧 好了 现在是适逢我们9月3日 我们中华人民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虽然历史已经远去 但是是不能够被遗忘的 近日在我们祖国的山西省 平遥古城那里 就发生了一件事件 在平遥古城有两个外国的游客 其中有一个 就穿着一件 戴有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T恤 就是整件T恤的中间 有一个玉日旗 来到平遥古城那里游览 大家都知道 穿着戴有玉日旗 代表什么呢 通常这个旗帜 是日本的有异主义分子 用的 他们还是戴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 一些坏分子 旗帜 就是日本的海军 会戴着这面玉日旗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 这面玉日旗 或者不止我们中国 是整个东南亚人民的伤痛 这面玉日旗 代表着日本法西斯主义 所以在我们中华大地上 看到这一面旗帜的时候 就会勾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 一些伤感的回忆 如果不明白这个感觉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试去欧洲 看见不见到 现在在欧洲那里 还有人会戴着那些 纳粹的旗帜走出来逛街 所以说 这个玉日旗的图案 带给我们亚洲人民的伤痛 就好像纳粹党的党旗 带给欧洲人民的伤痛一样 那两个游客其中有一个 就穿了这面玉日旗帜的T恤 就是走平遥古城 那当然 其他民众看起来的时候 感觉一定是不好受的 尤其平遥古城曾经在历史上 抗战时期两次淪陷在日军手中 第一次的淪陷就是1937年的11月 其后抗日的中国军队 就已经修复了平遥古城 但是后来在1938年的2月 又再一次淪陷在日本人之手 而日本人去到攻占平遥古城的时候 除了出动地面部队 也有出动空中部队轰炸平遥古城 所以每当有游客去到平遥古城 提起这段被日军侵占过的历史 都会隐隐悦悦感受到古城正在酷入 好了 这个外国的游客 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去到为之 当有民众见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就走上去 跟那位外国的游客去到交涉的时候 初时他是不肯去换衣服和道歉 后来要惊动到警方去调解 可能经过我们公安同志的调停 以及解释之下 最终令到那位外国的男游客 就去换走那件带 有抑日旗刺的白色T恤 继而还到歉 好了 经过这件事 第二可能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会发现 不是 偶尔我们香港的市面上 都会出现到有些抑日旗刺 即是那些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刺 尤其是一些日本车 或者一些日本的货车 有很多的司机 或者是香港的车主 他们很崇尚日本的文化 那原本是崇尚哪个国家的文化呢 是有他本身的自由的 但是 我们香港也曾经在这个抗战时期 都是淪陷过的嘛 三年零八个月 而我小时候 我就觉得 在我们香港市面 看到那些抑日旗 真是很睹眼睹鼻的 也不知道 为什么那些人 明明日本军国主义 这么邪恶 还要侵占过我们香港这个地区 还要当日本是乡下 甚至乎在自己的车上 放个抑日旗的旗刺呢 如果你说是游客 他们可能从欧洲远渡而来 他未必那么清楚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什么历史的话 那都说情有可原 起码和他解释完 好像今次这两个外国人那样 他会道歉 兼且会换衣服 所以现在我们香港 是不是应该要想想办法 若然市面上有某些物品 好像汽车或者衣服 带有抑日旗的图案的话 我们会不会立法将这个抑日旗 定义为一个不受欢迎 甚至会引起民族的双巴的一个图案呢 那最后如果有游客来到我们香港 是带着这些旗次的话 那到时大家可能就要进一进 我们良好中国公民的责任 就要告诉这些外国人知道 我们香港或者我们整个亚洲地区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 去到解释清楚 给这些外国人知道 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 就是告诉他们 其实这面抑日旗 在我们中国的地方出现 就等于是德国的那个纳粹党旗 在欧洲的地方一样 让他们可以明白到 属深角邪恶法西斯主义 曾经带过给我们的伤害 就不要拿回这些旗次出来 是为我们的伤口去耍盐了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拜拜